這陣子這個路鋼索困貸款 因為新生人 太多了 現在先減停 民進黨留意 各位國務員是在策這個 受限保護受困貸款的專案 許可公會今天表示說 今天 現在還來二十二間 這個受限公司七月開始 可以接受到這個保護申請 每一個人 每一間保險公司 可以來想這個可以受困到十萬塊 利益也比這個路鋼索困貸款更加 路鋼索困貸款因為行進量太大 路動保險品受限 民進黨留意 各國務員希望增加 訴困貸款 要求金管匯來推動受限保單貸款 訴困專案 受限公會標示 七月開始 保護會 党協議在離間受限公司 提出行進 每一個人 希望每一間保險公司 行進的最寬是十萬塊 利息百分之一 二百 比路鋼索困貸款 不過每一間保安公司的行進主機 來用這麼多 依照每一間公司的 總統不一樣來頂頂 六月底正是來對話公佈 一個人最高只有十萬元 有理會是希望上海 我們國體育館 報告金管匯和受限公會 是沒有來歡迎 另外金管匯 為了公約也要求 國保險公司在行進這項 專案的規定 跟保護 是不可以直接來接觸 可以用傳針網路或者是拍照 然後傳送給保險公司 來做一個申請 那這個部分就可以做到 這個臨接觸的部分 國民希望金管匯對這項 受懷疑來頂頂頂 基因 要求保險公司 盡量控款 行進的條件 有需要保護 都能夠得到幫助 記者 頂級 王丹普魯 台北報導